好的,大家好,這邊是B站的一個新人UP主 非常沒有名氣的新人UP主啊沛,新人本來就應該沒有名氣 就是今天呢,我錄這個視頻啊,當然是我第一個視頻啊 就錄這個視頻是為了就是來講一下離人仇這首歌 就是在現在在抖音上非常火的這個叫李元傑的人寫的一首,是他寫的吧,應該是他寫的吧 對,反正都是他寫的一首歌,就是一開始我在玩抖音的時候啊,就聽到這首歌 然後聽到的是,一開始聽到其實就是這邊高潮部分啊,就什麼,我已經在江湖,就這段,這段 我覺得其實這首歌還挺好聽的,然後就去聽了一下圓曲,發現,就發現有點不對頭的地方 就我們,就聽一下吧,現在,就是,從,欸 啊,不要管,剛剛應該是卡了一下 聽一下吧 就在這邊兩句,這邊兩句,我剛剛一開始在聽到的時候,欸,我操,這他媽不是煙花一冷嗎 啊,不好意思,又爆出口了,這個,你們就當沒有聽見 就我覺得這首歌其實,好像不太對啊,好像有抄襲的嫌疑啊 然後我就繼續往下聽,然後聽到這一句,第三句這邊,就是 就是,就這句的時候,我又覺得,欸,這句話好像也在哪裡聽過啊 就,就,然後就去找了一下啊,最後發現,其實,就是,第一句呢,我煙花一冷,給大家聽一下 就,就是,煙花一冷的第一句啊,他後面是往下的一個,掉掉 然後就應該是,我記得是第二句,浮吐塔這邊 對,這,這一句歌詞是一模一樣的掉 就,就我覺得很奇怪,欸,為什麼會這個樣子,然後 我就是,對不對,畢竟是對音樂的一種,出去對音樂的一種熱愛吧 其實我對這種,抄襲,雖然我也不知道這到底算不算抄襲啊 但是我對這種行為,其實是,不太喜歡的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這邊的,是,就是,離人愁的一個簡譜 我們可以看一下 唱不上去啊,有點感冒啊,大概就這個樣子啊 然後,然後再看一下煙花一冷的 第一句後面一點的時候,其實,不是特別的像啊 但是到第二句說,咪咪索拉索拉,都西拉拉索 哇,不是這句,下面,咪咪索拉索拉,都西拉拉索 反正這句是一模一樣的啊,就是,這個我覺得這個 這就是明顯的一種抄襲行為吧,在我看來 然後之後呢,就是有關這個,山外小的夜聽雨啊,這首 就是我認為他這句,這句,這句哪裡 給大家聽一下,就剛剛那邊 什麼,應該是這句啊 就是這句啊,和,這首,也是一首很好聽的歌 是不是感覺一模一樣,真的,是不是感覺一模一樣,各位 所以我就,也去找一下這邊的歌譜 它是,索拉米索拉米索拉 然後這邊,離人仇這邊 索拉米索拉米索,簡直就是複製一樣的,真的 簡直就跟複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離人仇這首歌吧 在我看來,其實就是一個,對別的,就是 一些歌的一些抄襲的行為 然後這是對,原來的那幾首歌的作者非常的不尊重啊 所以在這裡,我這邊錄這個視頻 希望,離人仇的作者能看到啊 就這個叫離元姐的 就是我,我現在對他發出質疑 為什麼他要做這樣的行為 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所以我希望B站的 就是,各位 看了這個視頻的各位老爺們 就是 能給,就是,能關注我一下 或者怎麼樣,反正就是 能把這個視頻要是,以什麼方式 能告訴一下這個作者 我非常想得到作者這個一個答覆 因為我到網上搜了一下嘛 你們看 就是 哎呀,什麼情況 媽媽P 就是有關離人仇抄襲的這個 我也是搜了一下 就是有關他的這個評價 就是,很多人都說了 曲抄襲這首 就是我剛給你們聽的這首 然後之後還有這邊 我看到 嗯,這邊沒有看到 反正就是 煙花一冷 對吧 然後之後他唱法 說是,新貴妃醉酒 反正就是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就相當於很多首歌 就是,每一首歌拿一句以後 就,形成這首歌吧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所以大概就是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實錘哦 反正就是覺得他這個抄襲的行為非常不好 廢話也有點多 那就這樣吧 希望作者能看到這個視頻 然後,我們再拍一張 感谢观看